我覺得最有感的是 瘦了以後桃花真的變旺了 一瘦下來就是都會有路人抓著我說 你好漂亮 我可以跟你當朋友嗎 然後他們就已經認不出我的小優了 這麼誇張 我當平民女神而已 我覺得現在這種新的桃花 都不是因為我是誰來找我的 就是他們現在是真的就是看到我的感病 然後我可能也是比較自信 我覺得今天的代言 當然就是整個就是可能新聞出來以後 然後大家就關注說 小優是什麼百萬代言什麼的 但我覺得最有感的是 瘦了以後很豪華真的變旺了 一瘦下來就是都會有路人抓著我說 你好漂亮 我可以跟你當朋友嗎 然後他們就已經認不出我的小優了 這麼誇張 然後我當平民女神那一種 我那一天只是走在路上 就是一個箱子大盤 被搭訕的一次 然後就是路人就是說 欸你可以那個那個 你們要去哪裡啊 要不要當個朋友 所以我覺得瘦下來之後就除了變有自信之外 就是覺得好像真的 整個人那個氛圍感有改變 現在就是可能有認識一些親朋友 所以還沒有侷限啦 就是親朋友就是現在認識階段 但是就有覺得 哇好像新的那個2023年好像真的蠻值得 有什麼期待的我可以說的 我覺得現在這種新的草包 都不是因為我是誰來找我的 所以他們現在是真的看到我的感情 然後我可能就比較自信 我現在會吵著 就是除了現在瘦下來之外 我現在會吵著就是 才藝的部分 因為我就不想讓大家覺得 我就是一直在口通告啊 上節目 就是今年呢 還會有更多單曲的部分 會讓大家看到 因為有蠻多音樂人找我合作 嗯 那戲劇部分呢 戲劇就是真的 就是希望透過這次MV 搞不好更多人可以看到我的表演 然後來等 加油